神經病 二豬鮭魚 我換名 四個漢字 你想怎樣? 出街吧 不要不要 你很不愛心 好好好 大家好,歡迎收看二豬大國際 Hello 疫情的關係,相信大家混在家裡都滿瘋了 哈哈哈哈 有多少人很想去旅行,但沒得去呢? 就好像這樣 去不到旅行,就聽聽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 所以這一集就要跟大家說 發生的是2021年全球十大有趣的新聞 我感覺到這十個裡面,應該大家只會聽過其中一個 其他九個都估計沒聽過 排名不分先後的 很難排,很難把這幾件事排名 很多都覺得很有趣 第一個就已經很關於疫情的事了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實施這個消禁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就特別兇容一些有養狗的市民 就允許他們如果是放狗的話,在消禁的時段都可以出街 那會不會有些人類你用狗就要出街 沒有啊,但整件事好像更差 當地有一對夫妻因為實在太過想出門口了 幹嘛?叫一個男人扮狗? 真的啊 他竟然用狗繩去套在自己老公的頸上,然後出街 神經的 遇到警察的時候還堅持地跟警察說 我應該是放狗了 警方的發言人Isabella就說 他們巡邏的時候 就看到一位居民,一個24歲的女子 就把狗帶圈在她40歲的老公 我也猜到你一定會 這對夫婦被捕之後的態度也十分之惡劣 當警員告訴他們他們違反了消禁令之後 他們說我一定不會交罰款的 我在放狗 最後是怎樣脫身呢? 最後是沒有脫身的 目前這兩個人都被人處以這個1500元的加幣罰款 即是大約港幣的9400元 都蠻感慨,所以說我不會交罰款了 你想怎樣? 出街吧 不要 第二個失望 小鎮的名字像粗口 被Facebook直接掉了 好慘啊,打卡打不到 這次是法國了 法國的東北部 法國東北部摩塞爾省一個叫做 比特克鎮的Facebook page呢 就被Facebook刪除了 13天之後才能拿回來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鎮的英文名 他的英文名叫做 Bitchy 這個,BiTc Wis力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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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慘,原因就是Facebook的演算法 將這個小鎮的名字 Bichi 和B frustrated 搞亂了 當做 смотрите差不多的意思 幾個星期之後 Facebook就承認自己的演算法 真的搞錯了這個 然後就給他們 馬上很快就還給他們 接下來就發生在去年丹麥的一件很聰明的事 這個叫《消失的藝術》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這個也挺有名的 丹麥一名藝術家叫哈玲 受到丹麥奧爾堡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邀請 用8萬4千美元去重新伏黑一個藝術品 即是他給錢給他做 那些藝術品是真抄 由於這個作品是用真抄 以往兩次都是問銀行借錢去完成這個藝術品 今次哈玲就問博物館拿到所需要用到的鈔票 因為這個藝術品想表達的其實就是丹麥那邊的經濟狀況 即是局藝術品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有些藝術品是反映當時時代的狀況 但因為哈玲需要去複製這個東西 他無論如何都要拿真的回來做 然後在博物館把這件展覽品展覽出來的兩天 博物館收到的只有兩個框 中間什麼都沒有 哈玲還把這個作品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 Take to Money and Warm 拿錢就走了 即是他拿了所有錢 然後呢 只是交一個框框裡面沒有銀子 但那些錢夠他過世的 六十幾萬 其實就不夠他過世了 值不值得 人家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博物館那邊就吹到啤了 但哈玲就說 我現在不是偷錢 我是違約 但是違約就是這份藝術品的精髓 即是他說這份藝術品是用來顯示這個經濟狀況 然後他就說到 為什麼我們要展示一個關於丹麥十一年前的經濟狀況的展品呢 又或者是關於十四年前的歐地利和銀行的關係的作品呢 很不合理 那他就覺得 不如反映一下我現在的經濟狀況更好 但找他回來就是 偷人家的作品 沒有理由 不是叫他做一件新的作品出來反映現在 福克嘛 福克有時候的改動是多到你 你覺得 那樣都是那樣東西來的嗎 當然他這個下就大改動了 還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這件事我的工資只收到一萬元黑浪 和港幣差不多 大約是11800元 很少了 很少而已 然後他就說 計算了工作和員工的工資 要完成這件事的話 他自己還要插錢包 還要插多4000美金出來 即是3萬多港幣 根本沒有著數 他接了一件事 所以他就 可能他一知道的時候 已經是發現根本沒有著數 但是你這件事原來是用真錢的 做 然後一下子就做走了 所以這件事你們覺得 你覺得 到底是蝦靈繩還是博物館蠢 我兩邊都有 他人工太少了 他人工少到爆 少到他會產生這個念頭 是啊 他看著那個筆數這麼大 對比他的人工 吊起了他的胃口 比起我 我也會做這個藝術物 take the money and want 這件事是在澳洲發生的 澳洲就有一隻 懂得說人話的鴨仔 還要被人錄下了 他說髒話 好慘啊 在2021年6月 一個動物行為學的教授 就發現了一個 1987年裡面 一段鴨仔錄音 澳洲一隻 英文叫做must duck 中文在這裡 沒有差點 不好意思 他竟然可以模仿人類說的話 但能夠說的竟然是罵人的話 他的名字叫wimper 開堂手 好恐怖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隻這麼有趣 不用說開堂手 就被料女學家庫拉格 錄下了他講髒話 立刻斷正 他可以做到兩樣東西 一件就是罵人 另一件就是模仿山門的聲音 模仿得很好 為什麼可以裝得這麼好 但他是由他的鴨仔裡面 我也不知道 他可以裝開門山門的聲音 然後有人就說 肯定是動物園裡面那個 Soo Keeper 不斷罵人 不斷罵you buddy fool 然後連鴨仔也說 對 然後可能開門山門的聲音 都是學他們的 因為應該經常出現 這些聲音在他旁邊 應該挺搞笑 我覺得 今年才找回錄音 今年才找回1987年的錄音 所以那隻鴨仔應該一早就不在人世間 這個挺有趣的趣 我覺得 我們接下來第五件有趣的新聞 都是關於動物事的 這次是英國加上芬蘭 他們的動物科技專家 今天就表示 他們發明了一個新的裝置 叫做Dog Phone 能夠做到的就是 譬如你的主人上班 然後你是隻狗 譬如你開了市場找人產 你肚餓 你可以透過這個裝置 就是視像你的主人 為什麼這隻狗怎麼知道要按鈕 就是一個裝置 就是它有類似一個 摩摩球的東西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 測速度的裝置 那隻狗如果拋那個東西出去 還是撞那個東西 就會Facetime的主人 那些狗仔會突然 很悶啊自己玩一下球 然後就會電了 因為發明這個東西的那個人 這個叫做 格拉斯哥大學的希斯基道格拉斯 這個名字很男生 但是他是一個女生 他就是用他的拉布拉多犬 就是他的名字叫Sack 就是跟他一起去不停做試驗 很可憐 Sack是他的白老鼠 其實沒什麼的 又不傷身的 這個試驗 那他就說Sack已經連續16天地找了 這樣找他 連續找了他16天 那到底是一個意外啊 還是隻狗懂得找他 因為他又說到這個裝置 還可以令到那些食物 沒那麼 lonely 食物? 對不起 那些動物 還可以令到那些動物沒那麼 lonely 如果你養狗 你買不買這個東西 買 真的嗎? 很可憐 很煩啊 你沒有養狗 不是 他就算是娜死 他就算肚子餓 你在公司你怎樣也幫不到 你不適合養蟲物 為什麼? 還要問為什麼 蛤? 你幫不到他 他找到你 你也會覺得 有什麼想啦 那你去看他也有 那你去看他就很餓 你很不愛心 蛤?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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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個題目 這次都是丹麥的 丹麥卡通男主角JJ超長 丹麥一個電視台 就推出了一套兒童卡通 真是兒童時段 給兒童看的卡通 裡面的主角約翰迪拉曼 即是叫做John Dill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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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擁有全世界最長 而且靈活至於的生殖器 可以用JJ來擺脫這個棘手的困境 但也有時候會因為他的長JJ而陷入了一些麻煩 但我覺得這個卡通帶出來的意識 對小朋友的家長和費用是完全不好的 對呀 節目內容在網上就封存 隨後家長聯盟就要求自治台 下架這套卡通 如果不是那些兒子學出來突然脫褲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看他的intro 只不過是卡通的intro 不是裡面的內容 好醜喔 你說說他的尾巴也好一點 對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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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也會挖那個動畫出來的藝術家 覺得人體的身體 不需要那麼保守 但是你給說 對 你保守不保守 都不是知道的小朋友 可能是電視台的錯 未必是八行那邊的錯 對 一定是電視台 可能是電視台 反正是電視台那包卡卡的 為什麼他覺得這些東西 小朋友可以看 我很想知道那些小孩看完會不會嘗試那條JJ來起跳 一定會 跳高的 一定會 這個很好笑 但沒想到十大有趣新聞她能入島 之後就是選美的皇后被當眾奪冠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斯里蘭卡 4月舉辦斯里蘭卡夫人的選美比賽 最後就由一個叫做戴席亞的女人 在眾多的佳麗裏面脫泥而出 主辦方當然會像港姐一樣 就安排上一屆的冠軍幫你加冕 誰知道戴完之後突然又脫下 什麼?殺了殺了 對,因為她跟她老公離婚 所以你現在不是夫人 她很搞笑 大會、 judges 都給了她做冠軍 你已經看了這條片就明白 一個革命性的行為 就像Will Smith那一巴掌一樣 Oh wow 她很疼 I'm taking my first step I'm taking my first step I'm taking my first step The crown goes to the first runner up 她們不知道為什麼要... 要這樣 我覺得上一季的冠軍是做得對的沒錯 OK 你選什麼小姐一定要什麼 是正義的、世界和平的 就是有這些義務在身上 而她真的做到 到最後 那本身的冠軍戴靖雅 就說回 她跟她老公現在就只是分居 就不是來了分 所以最後主辦方也是幫她再搞多一次的 那個冠軍的形式 那整場最慘的是貴軍 亞軍 亞軍 突然之間以為自己做的 半個冠軍又變回了 還有這個 這件這樣的事 又是榮升了 發生社世界十大有趣的新聞裡面的 其中一樣 這一單就一定是聽過的了 我自己覺得2021年最有名的 應該就是這件事 就是台灣 有一堆人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鮭魚 台灣有一間回轉壽司店 4月的時候 就推出了一個推廣 就是如果你的名字跟鮭魚 有同音或者同字 你就可以免費飲食 如果你住台灣 你馬上改名吧 我叫曾鮭魚 不用扮 鮭魚就是三文魚 我以為叫曾憲鮭 曾鮭文 這樣就掀起了叫做鮭魚之鑾 人們叫這種 這個六刀直轄士裡面 就有將近一百個人 將自己的身份證改了鮭魚 政府官員還衝出來 然後大家說不要再改名了 不要亂改名了 因為我一越割就越覺得好笑 譬如這位男士 可能他姓洪哲 就叫自己的名字 洪哲鮭魚 即是你叫憲文鮭魚 可能是 曾憲鮭魚 對不起 直接改了 依珠鮭魚 四個漢字 越看就發現人們越有創意 譬如這個女生 他全名叫 谷佳衛衛餵 餵你吃鮭魚 哈哈哈哈 也有一些名字 改得很有智慧 接下來都會預算了 鮭魚 鮮蝦 甜蝦 千輩 鮑魚 海膽和牛 蟲葉 蟹帶雜蟹 龍蝦 即是他改定了 你下次做什麼 是做什麼 我不用再改了 對 他填什麼表格 應該去銀行才慘 去銀行怎麼填東西 不是啊 銀行即是叫名字 就叫中小姐 請到一號窗 他要 龍蝦請到一號窗 五鮭魚 旭魚 鮮蝦 接著下一個就是 巨型生物出現 居民客戶連窗都不敢開 波蘭 波蘭南部著名的旅遊城市 克拉科夫 最近有人報稱在民居附近 發現了巨型的怪物 嚇到市民連窗都不敢開 疑似是一隻巨大的灰鳥 又或者是一隻大蜥蜴 就已經在那個位置停留了兩天 然後救援人員就來了 就認為這隻動物應該是卡住 在水中動不了兩天 然後發現動物看起來 又沒有頭又沒有四肢 就估計動物應該都已經死了 一想上去上面 拿牠的屍內 就發現原來是一棵樹鏈掛著很大的牛角包 哈哈哈哈 牠只不過是牛角包 現在哪個掉下去的 有人懷疑是 那些人特意卡在一棵樹上給雀鳥來擋的 哦 但是居民怕了兩天 哈哈哈哈 好笑 那些人來提心吊膽在家屋裡 沒有了啊 還在這裡啊 還在這裡啊 關上窗簾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最後一個新聞 我就覺得這個不是什麼 funny的新聞 我自己覺得有點恐怖 真的覺得有點恐怖 這次在印度來了 在印度裡面呢 有一個40歲的男人 他叫做庫瑪爾 上年的11月就被一架超速的電單車撞飛了 送完之後就證實了不治 然後就推進太平街裡 在7個小時之後 那些家屬來占養為肉 而那些法醫都準備要解剖了 他翻山了 彈起來 他沒有彈起來 但是他在呼吸著 那些家屬是看到他在呼吸著 然後都證實他真的沒有死到之後 嗯 但他都傷了 他輸了7個小時 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輸了7個小時 他還可以呼吸到 他不真的死也算是這樣 還是其實他撞傷了 是需要冰療 他是Loki 那些雙巨人 那些種族 一定要夠冷 因為他說的是 一個好人不好者 你睡雪櫃睡7個小時都有機會死 那他沒有恢復意識 但是醫院那邊就有說到 他的身體是一路轉好的 那也將來有機會會醒回來 那當然家屬那邊就決定要告醫院 他覺得他疏忽 有可能真的死了 但是醫院就堅稱 當時是真的已經死了 這一個是非常罕見的案例 那醫院就不想去 會不會是義氣出錯 他就不能夠把這件事 當為醫療失誤 罕見案例 就是他聽了 口氣有點像我們香港的 很個別 個別誤評論 那警方就說會繼續調查 想找回真相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沒有什麼更新 沒有什麼更新發生 那10個2021年的有趣新聞就說完了 是挺有趣的 你覺得最有趣是誰 有三個 我最好奇就是最後一個 我想知道兩位 我想知道更多 最好笑的是牛角包那個 但我覺得我印象最深 都是鮭魚 是選美 因為好少人真的會這麼正義 站起來 I'll be the first one 去說 I'm taking my first step I'm taking my first step 我discordify你 我給你那個人 根本就是上屆股哥想連任 我竟然是這樣 我自己最喜歡的暫時 都還是鮭魚 老公放狗那個 我也覺得很有趣 不知道你自己覺得 2021年最有趣的新聞又是什麼 記得留言告訴我 你們有更好笑的 就一定要留言 沒錯 我告訴你還有什麼新聞更好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我逢星期一會寫出片 記得按鈴鐺 我下次出片就會知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